用许事量高雄报道 好 正在桃园热闹举行的 妈祖升天祭的活动 最新的消息 我们立刻连线记者 波新宇 新宇 好的 直播 透过现场画面可以看到 整个活动会场相当的热闹 有各式精彩的阵头表演 吸引大批民众围观 桃园市长郑文燦 今天也换上了古装 来主持妈祖升天祭 来看看稍早前的访问内容 这一次由天后宫率领百人护卫团 到桃园来闹劲 我们希望透过马祖娘娘的绕境 能够让桃园与马祖更密切 那同时保佑马祖的子民 以及桃园的市民 这是一个开始 将来我们的交流会更多 希望所有马祖的信徒 一生都要到马祖天后宫 敬象一次 马祖升天祭 今年是首度跨海道台湾绕境 从一号开始一连三天 绕境中立 桃园 以及巴德等地 沿途都可以看到不少信众 虔诚的祭拜 相传马祖林木娘 农历9月9号在马祖得到升天 现在马祖的衣冠种 都还供奉保留在南竿天后宫 而桃园地区 有超过5万名来自马祖乡亲 他们带来马祖的美食 文化以及信仰 桃园也可以说是 马祖乡亲的第二故乡 接下来这两天 市府在巴德艺文广场 举办马祖文化美食节 让更多市民体验激光饼 小卷 紫菜 鱼面等海洋美食 同时也祈求 马祖能护佑桃园 未来有更好的发展 以上就是稍早的现场情况 把镜头交还给棚内的出播 好 另外来